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22一季度五大综艺 驾兵翻车 剧本明显 特别是第二个 竟然对着空气说话 尴尬至极 广告多 全是雷电 不知不觉2022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在前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已经播出了五部综艺节目 可是每个都让人失望 雷电太多了 一 王牌对王牌期 广告多 全员看提此切 王牌对王牌作为浙江内视的老牌综艺 从第一季开始到现在激烈了很多粉丝 然而 第七季一开播 直接将草点拉满 首先是广告植入太多了 每个几分钟就会有一次广告 一期节目下来 广告占了一大半时长 除了广告多 节目也比较尴尬 所有人都在看提词器 比如关晓彤背诗 眼神向上左上方票 明显她是在看望提词器 画成语也是这样 游戏环节老是看上面 到了广告可播时间 她的眼神也全方在上方 太显眼了 贾玲也不例外 她说着说着 头就往上抬 眼神朝着上方 一眼就能发现她在看提词器 其他人看提词器也就罢了 毕竟都不是专业的 可沈涛是正经的主持人 她讲话几乎也是全场在看提词器 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王牌对王牌7开播后 口碑并不如前几季 很多网友都吐槽 广告太多 看提词器明显 完全是在敷衍观众 从王牌对王牌7的最新预告来看 所有人穿着国漫cost服装 而且还玩起了配音 华晨宇在配音时张大嘴巴 毫无偶像包袱 总体感觉这个预告很平淡 没什么新意 二 你好星期六 对着空气说话 尴尬至极 快乐大本迎完结后 湖南卫视推出一个新节目 名为你好星期六 有人说这就是新的快本 就是改名字了 其实不然 主持人只有何种 其他都是新面孔 包括蔡少芬 王鹤蒂等人组成的小地步菜团 以及芒果台推出的新人 青春见习班 都是因为新手 他们的业务水平 控场能力都有所不足 全靠何炯一个人 hold住全场 新人出场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后面推出的一个虚拟人物 名叫小样 然后何炯 蔡少芬等人 还和他对话 因为这个小样是虚拟的 所以现场根本看不见 都是后期弄上去的 大家跟他讲话互动 全是无实物表演 当着台下观众的面 对着空气说话 真心太尴尬 本来主持人大幻血 已经让很多观众 快乐家族的粉丝不满了 小样的存在 让节目观感大大折扣 网友们纷纷吐槽 如此尴尬的节目 何老师也带不动 除了跟公器想话 节目中的游戏环节 也很老套 并没有什么亮点 其实你好星期六 就开播当天 有一些热度和话题 后面就没多大流量了 收拾口碑 都是反响平平 感觉跟原来的快乐大本营 不是同一个水平 真怀念以前的快乐家族呀 七明星大春探期 口碑下跌 排期惹众月 情形大侦旦 也是芒果台的一个 代表节目了 前几季的口碑都挺好 第七季开播后 萨贝宁的缺席 让胃少了一半 只留下何总一个人撑场子 第一期播出后 口碑很不好 大部分人都说 这个节目不好看 老熟人魏晨 还是一如既往的游梗 但他最近受得有点夸张 眼神有些疲惫 状态没有前几记号 其他嘉宾都表现平平 比如大庄卫 七微 无心等等 就是感觉 他们的推理能力 比较一般 综艺感也不高 没有特别突出的点 破案过程 勉强还可以 算不上拉快 因为偷税 漏税的某轮 明星大侦探期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讽刺的是某轮曾在节目上说 号被封了 结果后来他的号真被封了 这算是预言家了 除了偷试漏税事件 明星大侦探期 还因东航事件暂停播出 这个大家也能理解 后来节目组公布派期时间 又延期播出了 原因尚不明确 这下引发重怒 甚至有人说 这节目要走向衰亡了 整体来说 明星大侦探期 没有忘记出差 还是觉得萨贝宁何炯一起主持 比较有意思 四 朋友请听好 二 剧本明显 甲智域 真无聊 芒果台的花样真多 各种路线的综艺都有 星期六走搞笑路线 林真走烧脑路线 朋友走文情路线 虽然朋友请听好 一共才两季 历史比较短 但第一季有些地方感人 当时收视率也不错 第二季何炯 谢娜依然是常驻 只是把一阳千玺 换成了锦伯然 还新加了一个董子剑 第二季主持阵容 还是不错 但是很无聊 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长 就是几个主持人泡茶 打球 聊天 真的没意思 到了后面 听众打电话的环节 一看就知道是剧本 举个例子 有个名叫小玉的网友 打给节目组 称自己在一年前 遇到了电信诈骗 为此抑郁了一年 据小玉讲述 她在一年前 通过社交平台上认识一个人 那个人让她建立一个新账户 说这样可以赚钱 因为要还房贷 她很需要钱 然后就照那个人的意思做了 后来越想越不对 小玉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在老公的鼓励下 他们一起报了警 因为当时还找朋友借钱 去做所谓的理财 被骗后 她不敢告诉父母 就把自己的婚房给卖了 事情听起来很严重 小玉说话语气很低沉 说完后 何炯建议应该告诉父母 其余嘉宾也说要坚强乐观 三言两语过后 电话里的小玉立刻变得活泼了 她一下就释然了 这也太突然了 主持人就说了几句话 小玉瞬间雨过天晴 前后反差很大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五 没谈过恋爱的我们 嘉宾翻车 没谈过恋爱的我们 顾名思义 就是指那些一次恋爱都没有 感情经历为零的母胎缩某 来着找缘分 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是第一次恋爱的开启 所以如果嘉宾之前谈过恋爱 就能定义为翻车 塌房 节目中的毛人龙有点憨憨的 实际上都是假象 节目刚开播就有人爆料 她在校期间交往了至少三个女朋友 根本不是母胎单身 二号男嘉宾杨树成 也是一位高菜生 来自西郊利物部大学 当被问到理想行时 她说自己喜欢脑子不灵光的女生 然而她也翻车了 有网友晒出聊天记录 表示杨树成其实不是直男 她的性取向不一样 三号男嘉宾 罗志扬 倒是没有恋爱经历的新闻 但是学历存在争议 希望他能挺住 别被罢出恋爱的新闻 不然这节目男嘉宾就是全员塌房了 总体而言 这五个综艺 有的广告较多 有的剧本明显 有的嘉宾翻车 都挺一言难尽的 如果一个都没看过 可以说是成功避雷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